你都可以慢慢挑 回收物拼贴做成了免费市集的看板 走进了市集摊位 有饮料盒做成了提袋 帽子 还有许多二手衣物和生活杂物 让民众来挖宝 在挑了结缘品以后 民众也随喜乐捐 来帮助土恤地震的灾民 而另一头慈禧志工 也准备了丰盛的蔬食料理 推广如素爱地球 特板的观念觉得 素食好像就是烫青菜 一些简单的东西 你看素食也是很多元化这样 一百多位志工 用心布置的环保免费市集 好热闹 主要用意就是要带民众 对环保回收产生兴趣 这是我们眼里的那种废弃物 但它可以变成 就是更有创意的东西 教育说让大家可以更了解 实际环保是在做什么这样 多邀请大家进来 然后就可以有机会接触 有多了解这样 环保回收再利用 用一点巧思 让大家走进来 不但如此 更要号召大家一起动手做环保 让社区的大朋友小朋友 实际走进回收站 来做垃圾分类 环保回收站敞开了大门 从一次次的邀请社区参与 到进而培养出环保新血轮 一个世代接着一个世代走下去 以后能够来参与我们的环保站 当作一个以后的接棒人 这次环保免费二手市集的活动 共结合了11处环保回收站 100多位的志工 其中有不少失踪生贷和年轻人 看到他们充满热情 也着实让人刮目相看 大爱新闻 翁球的林道明 高雄报导